今天为各位介绍RFID ETC系统的集成 主要从两大核心通信RSU和PC之间的通信 OBU和RSU之间的通信 ETC系统集成四部分介绍 两大核心通信分别是 RSU和PC之间 OBU和RSU之间 RSU和PC之间的通信 实现方式为RSU采用串口通信 完成于上位级管理系统的数据传输 整个收费过程实现从OBU 经由RSU将车载信息上传至上位级管理软件系统 经收费计算后 将余额信息经由RSU返回到OBU OBU和RSU之间的通信 采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实现OBU与RSU之间对车辆信息进行上传和回送 下面为大家介绍ETC系统集成后的运行流程 流程一 当ETC车辆进入ETC车道时 先触发地感线圈 并进入到微波通信区域 此时系统接收到来自地感线圈检测的车辆使入信号 再将车辆加入系统对列后 随后启动RSU设备 在通信区域内完成车辆的交易 流程二 系统根据交易情况控制车道上的栏杆抬起或保持落下状态 以及将车辆的综合信息显示在显示屏上 流程三 收费完成 ETC车辆继续向前行驶 车辆启动摄像机对车牌进行抓拍和识别 流程四 如果交易失败 OBU失效或者车辆非法 ETC车道上的车辆将由收费处人工完成交易 处理完毕后将车辆放行 流程五 ETC车辆通过车道后 系统及时将本次交易的信息保存并上传